为什么会被处级? 两年没入境台湾也是被处级的原因吗? 根据台湾的法律规定 若一名台湾籍人士在海外居住 工作、旅游或COVID-19等原因 导致两年以上未曾返回台湾 就会被认定为放弃在台湾的户籍 如果您是一名海外的台湾籍人士 且希望复籍 以下将为您介绍复籍申请的流程 所需文件和注意事项 帮助您顺利完成申请 流程 1.入境台湾 台湾护照上要盖有入境台湾的账 不要用美国护照来入境台湾哦 2.准备文件、台湾身份证、户口名簿、台湾护照、 近期水费或电费缴费单 跟缴费单上人士的关系证明等 3.护证事务所 以本人到您的居住户口的护证事务所报道 来办理复籍申请 4.申请复籍 一旦您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 您可以向护证事务所人员来申请复籍 并提交所有必须的文件 5.复籍时间 您的复籍申请被批准后 就会马上印出一份台币30块的新户口名簿 您可以用它来付宝等事宜 文件需求 以下是您可能需要提交的文件 1.身份证明文件 台湾护照该有最近入境章 台湾身份证来证明您跟户籍缴费单上人士的关系 2.户籍腾本文件 户口名簿来证明您在台湾的被除籍的户籍资讯 此旧的户口名簿将被销毁 作废 3.证明户籍文件 近期水费或电费缴费单的证明 用此来证明您在此户 注意事项 1.提交完整的文件 请确认您提交的所有文件都是完整和最新的证本 而非影印版本 以避免延误申请 2.确认申请所需费用 申请复籍可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请确认所需费用并备足相应金额 3.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在进行复籍申请程序时 请务必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4.联系当地护证事务所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 请随时联系当地的护证事务所 他们将结成为您提供支持和协助 总结 复籍申请程序可能相对复杂 但如果您准备充分 您就能顺利完成申请程序